真的藝人其實就是商場小白 然後就要花錢 就是繳學費 其實很多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就遇到有一個藝人 他相當知名 所以他也很多藝人光環 可以帶很多客人來 然後這兩個人說 不然這樣好了 我這裡要開一家新咖啡店 你來投資一個人出500 共1000裝潢 然後營運大概半年的成本 就大概出1000 然後賺錢就55分 那你藝人你就負責帶人 剩下的經營都我來經營 那這藝人說 可以啊 可是我沒有500這麼多 不然這樣好了 我出200 300我跟你借 好啊 我們店有賺錢就還了 好啦真的開店 這個藝人也很賣力去咖啡店 天天在那邊喝咖啡 招攬在那邊打卡 搞個一兩個月就開始賺大錢了 真的每個月他至少都分2、30 可是2、30分到以後要做什麼 你有欠我300 而且300還要利息 所以本金價利息還我 所以經過一年以後 這個藝人大概實際上面 賺在他手上的100現金 可是呢 這一個開咖啡店的 實際上拿到錢1000 所以對這藝人來講 他覺得我搞了一整年耶 喝一堆咖啡 喝一堆咖啡 整天都泡過後面 咖啡因中毒 對啊 結果我賺100 每天都很興奮 一直在摳人 拿來喝咖啡 對 然後你賺1000 阿智還賺了 對 所以 最後他們就 就做不下去了 對藝人來講 他覺得他被利用了 藝人太累了 對 而且他覺得他被利用 就是 原來我跟你借這300 本金價利息 搞起來其實還滿多錢的 所以 賺了半天結果都讓你賺走了 我們常常講說如果一個可以賺20%的投資報酬率的一個行業 或者一個投資項目 請問一下他為什麼不自己賺就好 他還要來找你 所以基本上光這一點你們 我們就可以篩選掉很多的人 所以基本上你去想 人性只要賺錢的 你絕對會先以自己 所以我第一個 我要建議如果你會擔心 其實目前大概你投資獲利一年的報酬率 7-10%是合理的 為什麼呢 簡單的算法你現在像美金的定存 現在大概就4-5% 所以基本上你4-5%再往上拉7% 10%的這個投資獲利 基本上都還算是合理的 所以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去估算 這是第一個我覺得可以避開投資陷阱的一個方法 第二個部分我要講的是說 其實你就是找金管會核准的 因為就是有保障的 像比如說比特幣 現在其實在美國已經可以直接買比特幣的ETF了 可是金管會把關 他現在還不讓我們買 基本上就代表說 其實他等到實際成熟的時候 你才買的話 你就比較可以不用擔心這些事情 找合法機構 而且一旦有法律問題的時候 金管會還可以幫你去做一些爭取 所以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就是 剛剛提到的 突然出現又裝熟 突然出現的朋友 跟牛肉一樣 牛肉愛裝熟 對 真的愛裝熟 所以基本上裝熟的朋友其實的例子 像粉磚 像我有朋友就是 他在粉磚突然有一個人就問候他 然後他說是他以前的朋友 那他也不宜有他 然後他說我們可不可以加個LINE 很久沒一件跟你聊聊 結果他就一件之後就 而一發現其實基本上 他就投入了去投資比特幣 然後就是翻倍 然後第一次他投入一兩萬 翻倍之後他覺得 十萬塊他可以再加嗎 加忙 加了 後來說他要拿出來怎麼辦 抱歉你要交保證金 才可以把錢拿出來 後來他的這些錢 就全部都丟進去 就拿不回來 這是一個裝熟的例子 基本上 其實我覺得 最安全的投資方法 來 謝謝 其實大家可能會 像剛剛那個晨熙說 怕投資這件事情 其實現在 投資有一個很簡單的工具 叫ETF 而且它ETF 基本上它是叫 配息型的ETF 因為配息型 它是把股力 資本利得都配給你 所以你會配息的公司 通常都會賺錢有成長 才會被放到配息ETF裡面 所以某種程度 它就比較不會踩到零 OK